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好 准备好了吗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和二十七节 我们上礼拜稍微谈到 这周要详细来看 因为非常棒 那时候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接近尾声 当时耶稣已经知道 在那天晚上 就在他说这些话时 他知道犹大出卖了他 但是他说 但宝会是圣灵 要记得圣灵 不是唠叨的 他不是控告者 圣经称魔鬼为控告者 各位 神不是控告者 很多时候你听到一些信息 让你感觉神一直不断说 这是不对的 那是错的 你应该这样做 不应该这样做 你这样说不对 那样说不正确 你知道神不是住在你心里 来指出你的错误的 其实很多时候 神才是指出你优点的内畏 来自于基督的优点 神是鼓励你的 神是你内心温暖美好的声音 每当你听见某声音责备你 击打你等等 那是控告弟兄的 就是魔鬼的另一个名字 阿妹 他是控告者 所以圣灵在这里 耶稣描述他 形容他是帮助者 大家说帮助者 帮助者是做什么的 会帮助你 阿妹 他们帮助你 有时他们借由告诉你 事情的真相帮助你 好 有时候帮助的方法 是让你认清自己 不讨喜的地方 但他也会告诉你答案 阿妹 他不只来谈论问题 他会帮助你找到答案 就是父音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他会教你一切 我相信当耶稣说 一切就是全部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感谢神有圣灵的记忆 圣灵的记忆 是我们必须拥有的 特别是我们要教导 和传讲神话语的人 懂吗 圣灵会提醒你 你忘记的 你在哪里读过的 一些经文 你也知道 你需要在那时刻要分享 圣灵会让你想起 也许有些人很挫折伤心 突然间 你想起了某一节经节 不是你 不是你 忽然想起来 是圣灵 让你想起这节经文 从忧郁 恐惧 焦虑中 救你出来 Amen 我相信 你们都经历过圣灵 将经文 带到你脑海中 那经文 来的正是时候 Amen 再没主 有时候 他让你想起一个字 你从信息中听到的 这也是圣灵 一切 耶稣说 我指教的一切 就连现在我在教导 要明白 这不是凭牧师的教导 如果是我教的 你收获不会很多 而是圣灵在教师里面 明白吗 他才是教师 神在基督的肢体里 任命了教师 神任命了牧师 当神任命牧师时 牧师要跟随圣灵工作 所以仍是圣灵在教导你 大家阿妹吗 好 现在当圣灵教导 结果将是平安 下一节说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就像一个即将离开世上的人 于是 他把他的庄园 他的豪宅 他的房子 他的跑车 给你 明白吗 以同样的方式 我们主耶稣 所有的一切 他可以留给我们 但他留下了平安 在他所拥有的一切中 所有的 我们甚至没办法计算 他恩典的丰富 然而 在他无限 无限丰富的恩典 难以数算的恩词中 我们的神 唯一一样 他说要留下给我们的 就是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用亚拉姆语 和希伯来文说话 他不会和自己的犹太门徒 说希腊文 他用希伯来文说这些话 Sharon 我留下Sharon给你们 我的Sharon 不是某人的Sharon 我将我的Sharon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知道世界给你 世界给你日落 其实是神给你日落 这一切都是外在的 世界可能会说 去泡个不错的温泉等等 我对这个没有意见 其实如果你想度假 那就去吧 好好放松享受 好吗 但那些东西 不能给你永恒的平安 他们不够稳固 他们不够强韧 他们不够有效 当你从温泉中走出来 再听到汽车喇叭的轰鸣声后 结果你又想交建的最后期限 你的老板在等你等等 下周工作 你会感觉到压力 所以这些外在的东西 用些产品之类的 都是好的 都没问题 无论如何继续 那些不是罪 有些人会说那是罪 那不是罪 明白吗 方向疗法等等 那不是罪 但都不是 不是耶稣给的 耶稣说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所以我把我的 小龙给你了 明白吗 什么是小龙 小龙根据史特朗经文汇编 是完全福祉健康 昌盛和平安 一起说 完全福祉健康 昌盛平安 所以不只是平安 你有个清醒的头脑 不只如此 是健康 在西伯来文中 小龙是完整 是完整 你知道你遇到一个人 你会说吗小龙 吗意思是什么 什么平安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今天的平安是什么 告诉我你的平安是什么 所以你回答 那是赞美神 我很好 感谢神我很好 赞美神我很好 我们也是这样说的 不是吗 你好吗 我很好 对吗 所以当有人问你 你平安吗 意思是你生病了吗 你生命中 生命中一切都好吗 而你回答 感谢神我很好 意思就是我很完全 Amen 很美不是吗 小龙这个字 西伯来文非常有趣 字是有根源的 他们有一个字根 有时候字根 可以是两个根词 再往前追溯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但小龙来自 Shanlan Shanlan意思是 支付付款 好 支付 为什么付款 一词是小龙的自根 是完全 福祉健康 昌盛平安 为什么支付 是完全的基础 因为回到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为你我所成就的 很多时候 耶稣给人们平安 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这样想 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牧师 你不知道我昨晚做了什么 你不知道 今天早上来教会的路上 我做了什么 你不知道 我做了什么 你不知道 我去过的地方 你不知道 我有什么念头 几乎代表 我不配得Shanlan 我不配得平安 我不配得健康 我不配得兴旺 不 这不是你配不配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耶稣支付了你的Shanlan 他付出代价 要你完全 要你能够兴旺 他要让你知道 这是属于你的 现在把你的手 放在心上说 天父 我领受 领受耶稣所给的 Shanlan 平安 完全 兴旺 和健康 每个细胞 每个器官 我的身体里 每个功能 从我的头顶 到我的脚底 奉耶稣的名 成就 Amen 你感觉到了吗 你感受到了吗 这是真正的兴旺 你知道 你知道有人 穷得只剩下钱 四辆车 五间房 但他们是穷人 因为他们没有 你现在感觉 和感受到的 盼望 Shanlan 当耶稣 从死里复活时 他对门徒的 第一句话是 Shalom Alaikum 意思是 愿 你们 平安 然后 他立刻伸出手来 好 为什么 因为这是收到 付款的证据 钉子刺穿 耶稣的手 他的肋旁 是收据 刚才我对你们说的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Shalom 接受吧 已经付清了 上周我们谈到 耶稣留下的平安 耶稣说 他唯一想我们做的事 就是他在 约翰福音 十四章二十七节 最后一行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记得吗 好 他说 要告诉你们 不要担心外在 你守护你的心 你保护里面 如果你守护里面 我会守护外面 你守护着心 不要忧愁 你守护着心 不要胆怯 其实忧愁 是第一阶段 在害怕前发生 明白吗 如果你的心 没有忧愁 就不会害怕 当你走到 害怕的阶段 通常这是 生死交关的情况 或是面临 巨大损失等等 是大的事件 但忧愁可以是小事 你可能会担忧 很小的事 所以根本 不要让你的心忧愁 千万别让忧虑 进入你的心 所以你的职责 你的部分 你的责任 务必要做到的 不要让你的心忧愁 使你忧愁的 不一定会使我忧愁 使我忧愁的 不一定会使你忧愁 所以不要让你的心忧愁 如果你因一些 小事情而忧愁 你的心不要忧愁 有多少人 上周尝试过 你发现这并不容易 对吗 你们都操练了吗 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电视上看什么 真的不重要 你的部分 你的责任 我来讲慢一点 你的责任 你回应神话语的能力 回应神的shalom 就是你的心不要忧愁 很多时候 只是引用那段经文 就有用 你的心不要忧愁 你的心不要忧愁 你教过你的孩子吗 常常他们感到沮丧 他们感觉低落 是因为他们在心思上 发生了变化 告诉他们 他们生活中 魔鬼的诡计在 魔鬼 不是来丢个叉子 和红色内衣 那是超人 好 魔鬼常常溜进你的思想 他会把想法丢到你的心中 告诉你的孩子 要保守这一点 你怎么知道自己开始 有不好的想法 就是你的感受 一旦你开始感到 很糟 你感到沮丧 你感到被拒绝 你感到恐惧 知道吗 魔鬼已经把坏的想法 放在你心中 知道怎么克服吗 好 教他们背诵一节经文 就像 我女儿杰宁 我只是让她记住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然后直接跳到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所以现在她知道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她会说 每当感觉很糟实 怎么办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她总是非常喜乐 到有一点烦人 你知道 因为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有力量 可以让你 你知道 从低谷出来 让你充满喜乐 Amen Amen 因此我们必须确定 这是件可悲的事 不是吗 这是件非常可悲的事 无论你领受到什么启示 自从你参加新造教会 就没传给 没传给下一代 然后在你脑海中 你在想 嘿 你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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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他们在律法之下 你今天光景如此 你受到了祝福 是因为得了 得了启示 而不是因为律法 然而 你要求他们的方式是 你该这么做 不 我们需要花时间 让神的教导 浇灌在孩子身上 当他们低沉 当他们悲伤 我们坐下来教他们 照着他们能理解的 他们的年纪 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分量 分享启示 不要以为 他们会 他们会耳濡目染 OK 或者自动接收 启示不是自动扩散的 是透过分享 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这信息如此重要 而且如此超自然 因为 今天我真的计划 分享一些关于 健康 还有压力 Shalom 他们如何一起运作 昨天当我在准备 信息时 神已经给了我经文 我放下原本的经文 真的非常有趣 神给我的经文 有一个是 真言十四章三十节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医生知道免疫系统 各位 他们知道免疫系统 很明显的 神在第一个人类 亚当身上创造了免疫系统 为何有趣 有时候我喜欢想 神为什么会在亚当身上 创造免疫系统 在他犯罪之前 在疾病出现之先 神在亚当身上 创造了免疫系统 很明显的神做了 所以神预先见到 也准备好了 神早在 悲剧到来前 就已准备 大家明白吗 各位 好 所以 当情况发生 亚当犯罪后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启动 再次显示了神的怜悯 吞下所有细菌 病毒和病菌 你知道细菌 病毒和病菌 使人生病 但真正使我们的 免疫系统起作用的 是什么将生命 释放到我们的身上 有多少人想要 您里面充满生命 很好 这不是在谈论灵魂 是在说你身体的生命 一颗稳定的心 嫉妒是谷中的朽烂 这是新英王钦定本 这个字 心中安静 在希伯来文是 马拉佩 马拉佩 这就是希伯来文 从右读到左 请看 马拉佩 希伯来文从右读到左 如果删除 第一个字母 整个字就变成名词 man 使这个字变成名词 删除第一个字母 你有 Rafa 就是医治 听过耶和华拉法吗 主是医治你的 所以 Rafa 来自马拉佩 其实是医治的心 是身体的生命 所以 还有 如果深入到字根 一起看 Rafa的字根 医治的字根 是Rafa 有H Rafa 意思是 放轻松老兄 放轻松 意思是放手 放轻松 放手 好吗 放轻松 放手 Rafa 像呼吸一样 说出来 Rafa 很好 Rafa 是Rafa的字根 医治 缝合 修补 好 马拉佩 只是man man这个字 加在Rafa上 让它成为名词 因此 我们有一个惊人的启示 关于健全的心 再回到经文 一起来看几个不同版本 让我们清楚了解圣灵的意思 我要给你看 其他的圣经版本 某一个版本 新国际版圣经 我们一起读 一个平安的心 给身体带来生命 但极度却腐蚀了骨头 平安的心能做什么 给予身体生命 当你的心平安时 身体就有生命 这是新国际版圣经 再来看 新普及一本圣经 我喜欢这个 心平气和 促进身体健康 牧师 你太放松了 我知道 我正得着医治 是你太僵硬 变成关节炎 最后 僵硬而死 你知道什么是僵硬而死 是一种无法弯曲的状态 你知道当人死的时候 他们会僵硬 无法移动 完全僵硬 你就能明白 那正是放松的相反 所以面对生活 要有放松的态度 我现在要读给你听的 这些版本很不错 心平气和促进身体健康 你知道新美国标准版圣经 其实我不认为 我们有平静的心带来生命 但激情是骨头腐烂 当我研究激情这个字时 某个希伯来文注释说 激情其实就是性的激情 好 各位 每个男性在性方面都有激情 OK 但太多性的激情 会导致骨头腐烂 好 你蒙照要冷静 所有人都说 Amen 平静的心带来 带来生命 心平气和促进身体健康 我告诉你发生了 奇妙的事情 你知道神 跟着我一段时间就知道 你知道神以神迹奇事 见证这个事工 好 昨天当我准备信息时 神给我箴言十四章三十节 和所有其他经文 你知道 所有的经文已经 已经在那里 我在预备 就好像 就好像厨师 OK 我为你们所有人 准备好的食物 Amen 确保所有的原料 都已经好了 我有点希望 呃 你知道 我我我我 我希望 我是米其林厨师 没有Amen 好 无论如何 我预备了整个信息 经文都预备好了 这是如何 把它们组合起来 所以当我切着辣椒 加进去 我太太在客厅 边看电视 边打电话 她说 亲爱的 过来看看这个 当时 我当然是在预备 不是每个人 都能看电视 有些人可以看电视 但有些人必须预备 所以我在房间里 研究这个词 她正在看电视 我们当中有人要准备 你知道我的意思 她打电话来 所以所以我过去 看着这个 看这个 她说 当我看她 其实 她其实是个纪录片 叫做 如何轻松活到 101岁 所以 这家伙说 如果你听这个 那些活过100岁 健康的 百岁老人 当你听那些 健康的百岁老人 说话时 他们喜欢用这句话 他用日语说的 我试着写下来 但我不明白 白种人想说日语 我没法写下来 我不明白 他在说什么 好吗 我想写下 写下 那个日文 但是他说 你会经常听到这句话 健康的 百岁老人都常常会说 意思是 别担心 会解决的 他们喜欢对自己说 也对彼此说 别担心 会解决的 别担心 会解决的 平安 你的心不要忧愁 心平气和 促进身体健康 阿妹 屏幕师 我相信 基因才是重要的 不只是 不 我要跟你说 我要跟你说 纪录片 还有 这一位 波克夏的 克莱门西 米切尔博士 他认为 基因遗传 对人寿命的影响 只占20% 另一个人说 有问题的基因 是让子弹上膛 但生活方式扣下板机 在纪录片中 有一个 102岁的女士 一名基督徒 她102岁了 在她吃早餐前 看到她在骑 自行车健身器 每天早上 她都会骑6英里 然后吃早餐 在自行车健身器上 她敏捷地走着 像个年轻人 当你和她说话时 访问者在和她说话 她还听得见 对吗 我是说 没有听力问题 他们采访了她 他们问长寿的秘诀 她说 你必须永远记住 你的身体是圣灵的垫 她这么说 圣灵 她说 要小心 你放什么东西进去 他们不抽烟 不喝酒 明白吗 而且 他们信任神 片中记录他们上教堂 注意 这是非常有利的声明 好 在纪录片中 很有利的一句话 二三十年前 就知道的事实 经常去教堂的人 会活得更久 没错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Amen 关键字是经常的 不只在圣诞节 而是定期去教堂的人 这项研究已经 持续了二三十年 明白吗 那些定期去教堂的人 活得更久 然后 从昨天的纪录片 我暂停并写下来 从他们的血液 和唾液的样本 他们指的是 固定上教堂的人 从他们的血液 和唾液样本中 经常去教堂的人 很明显 压力荷尔蒙较低 如皮脂醇 这个显示了 他们可以更好地应付 生活中的挑战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给你们的 不像世界所给的 你们心里不要愁烦 也不要胆怯 有个人他是基督徒 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他是心脏科专家 他每周平均操刀 每周平均操刀四次 心脏外科手术 他多大了 已经九十二岁了 他操刀心脏手术 有些人 比他年轻得多 已经阿兹海默症 他还在操刀心脏手术 他们都参加教会 这个人 那位女士 定期参加教会 甚至把教会 也拍进去了 阿妹 有事情正在发生 各位 当你把神的话摆第一 为什么 神的话告诉你 真言四章 看真言四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 说我儿 这是对你 还是对世界说 上面写我儿 是对世界说话 还是对你 对你 是的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记在你心中 你的心不要忧愁 为什么 神的话得着 他的 就得了 生命 不是说神的话 架子上有的 就有生命 在马桶边 放着的就有 对那些放在车里 却不知道到底在哪 只知道在车上 各位 不是这样的 神的话是生命 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Amen 现在你在神的家里 找到他 你得到他了 你得到他 留下给你的平安 现在你有 安静健全的心 Hallelujah 所以当你找到他 时会发生什么 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 以全体的良药 还有一点 这里的良药 就是什么呢 配 医治 可以医 全体的 全身上下 全部 换句话说 你身体的 每个部分 都会被 神话语 医治到 因此圣经说 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 医全体的良药 当你读神的话 不管是大卫 杀死戈利亚 你很兴奋 那种兴奋 这个 这个 这个故事 是量身打造 来满足你的心 即使你在读 大卫和戈利亚的故事 在你身上 正在产生变化 如果你花点时间 话语 话语带出某种氛围 是你想要进入的 当你进入话语里 突然你会发现 健康 你的身体感觉放松 这不就是 马拉佩吗 我告诉你 马拉佩 它的字根是什么 医治 另一个字根是什么 放松 当你读神的话语 就像 哇 你感觉很放松 你感觉被洁净了 有多少人 在听信息时 有这种感觉 然后当你离开时 你感觉 自己不一样 你更轻松 充满喜乐 充满平安 那就是马拉佩 你正经历到 全身上下的医治 我知道一个男人的故事 真实故事 他被诊断出有癌症 然后他回到家 然后开始读圣经 他不是个 真正坚定的信徒 而且也不是一个 无神论者 但他回去 拿了一本圣经 开始读了起来 在读了一段时间后 他说 他觉得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有一种感觉 他感到温暖 然后当他把圣经放一边 感觉就没有了 当他又开始读经 一段时间过去 每当他读神的话语 他说身上就有一种感觉 长话短说 回去看医生 医生找不到 任何癌症的踪迹 只是单单读神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不是小说 这不是杂质 明白吗 那些东西 有时充满垃圾 都是一些不能给你生命的东西 但神的话是生命 并医治你的全身 医治全身 意思就是 就是不会 一方面 医好 医好你的肝脏 但却给你高血压 有些药物会 你知道 治好你的胃炎 或其他问题 却产生副作用 例如甘利的嘴唇等等 有些 有些药相反 会导致胃酸过多 所以神的药 会医治全部 你的眼睛 你的鼻子 还有你的皮肤 你的头发 你的肺 你的前列腺 每个部分 你的骨头 全身上下都健康 屏幕师 我想这种医治 只是在谈论精神层面的 以全体的良药 你到底看懂了没 身体 不是灵魂 身体 过来我咬一口 你知道什么是身体 身体不是灵魂 好吗 我要说一个 我的英雄的故事 他活在 十九世纪 直到今日 他还是我的英雄 非常 著名 有坚定信仰的人 叫乔治穆勒 乔治穆勒 他一个人 出于对神的信心 建立了五个大型孤儿院 并安置孤儿 在当时 英格兰的孤儿 无处可去 你知道 许多人很年轻 就死了 很多人 被送去卖淫 他领受神的呼召 来安置他们 最后 他建造了五个大型孤儿院 他每年协助安置 两千名孤儿 所有的经费 他从未去求过 是祷告带出的结果 让我读一下 乔治穆勒 发生的事 他活到九十三岁高龄 九十三岁 他过世 与耶稣相会时 没有疾病 当他九十三岁时 他的两个朋友 来拜访他 他们比他年轻得多 我想一个七十多岁 另一个在六十多岁 他们比他年轻得多 这是他的最后一年 那一年 他回到天家了 九十三岁 当他过世时 没有生病 什么都没有 只是有一天开门 他们发现他躺在地上 就在他的眼睛资料旁 他就起飞与耶稣在一起 没有疾病 什么都没有 在九十三岁那一年 他自己说的 他与另一个朋友分享 他的两个老朋友 来探望他 其实都比他年轻得多 这是他说的 他说 他很调皮 这个人回忆 这个佩里先生 谈到乔治穆勒 他带着笑容 开玩笑地说 这两个心爱的弟兄们 刚走 感觉我还比较 我还比较年轻 虽然我年纪这么大 我亲爱良善的天父 一直赐给我力量 我的身体 没有酸痛 没有风湿病 现在我九十三岁了 我可以在孤儿院 工作一整天 仍然感觉 仍然感觉轻松 还舒适 没有风湿病 全身没有病痛 九十三岁 感觉比六十几岁的人年轻 有多少人想让我 告诉你他的秘诀 用他自己的话 好 而不知道在哪一页了 所以没关系 下次吧 好了 有三个 有三个秘诀 是他自己说的 首先他说 锻炼自己 当他被问到这个问题 你如何保持你的生活 你的精神等等 你知道你太神奇了 你就像迦勒 有人告诉他 你就像迦勒 在他八十五岁时 迦勒说 把这座山给我 他说 我和四十岁时 一样强壮 很神奇吧 这是乔治穆勒说的 有三个原因 神保守了他 第一 就是操练自己 总是对神 和对人 没有任何怨恨生气 保守你的心 Amen 确定不对任何人 有苦毒或怨恨 如果有 原谅那个人 Amen 在美主 饶恕一个人 并不代表 你必须和这个人 做生意 没有必要 明白吗 他只是意味着 你原谅了 你不再试着 要这个人 清偿所亏欠的 第二 这是几年前 真正教导我 关于神话语的价值 是给予你生命 第二点 就是他对经文的热爱 带来持续 不断恢复的能力 运行在他的全人全身 引用的经文是什么 箴言四章二十二节 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他引用了这节经文 我再说一遍 第二点 他对经文的热爱 带来持续 不断恢复的能力 运行在他的全人全身 可以说 你读越多圣经 你活得越久 我没说 把圣经留在家里 我说要读 第三 在神和事工里 他能感到幸福 这使得他在服事中 远离焦虑和不必要的损耗 我很爱这一点 真的 第三点 在神和事工里 他能感到幸福 有些人服事时不兴奋 有些人在为耶稣当招待时 没有感觉兴奋 他们应该是 为着神的荣耀在带领 但是他 他说他感到幸福 第三 在神和事工里 他能感到幸福 这使得他在服事中 远离焦虑和不必要的损耗 Amen 让我读最后一部分就要结束 请看 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 这是神要做的 每次当你聚会完离开 你必会经历到这些 如果你经历到神的恩高 这就是你会经历的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 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这里田野的树木 代表世上的人 他们被比作田野的树木 当你出来时 他们会欢欣鼓舞 他们会欢欣会拍手 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是祝福 无论走到哪里 人们都感谢神 你经过 你走进他们的生活 你到他们的店里 你去了他们的餐厅 他们很高兴 他们会拍手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很明显 在你出去之前 你在某地方 然后你被带出去 是不是出去带出去 所以每当你离开教堂 你并会有这种经验 喜乐与平安 平安会引领你 平平安安蒙引导 我告诉你各位 大部分时间 神不会用声音说 而是用平安 用平安来引导你 当你发现 做某件事没有平安 先看着 不要做 有些人看起来不错 很有魅力 但你会觉得 对这个人没有平安 要小心他 他可能是骗子 后退一步 仔细看着 问多点问题 你觉得做某件事 有平安 那就去吧 做吧 Amen 好 最后再看一点 你如何找到 这种喜乐与平安 可以在哪里找到 要如何花花洗血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来看之前的经文 是怎么说的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撒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 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换句话说 神对你说 听着 听好 我的智慧是何等丰富 无穷 如果我一次 全部释放出来 你无法接受 会受不了 我的方法就是 向雨水降下 你知道怎么降雨 如果神一次 全部释放所有的云 几十万吨的水下来 他会砸碎你的车 彻底粉碎 会粉碎房子 房屋 会粉碎所有植被 但神说 这不是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是 当雨雪降下 我的话也是如此 不是以浓缩的形式来的 会像雪和雨滴一样降下 甚至不能伤害 玫瑰花瓣 使滋养它 净化它 美化它 我的话就是如此降下 很实用 然后你来到神的家 神的话降下 当你花时间读圣经 神的话语降下来 你听iPad里的信息 神的话降下 你读一本书 充满了基督的书 神的话降下 你和尚书 从聚会中离开 查经课程结束 充满喜乐 有平安 带领 圣经说 下一节 你要这样出去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涨 会发生什么事 松树 长出 代替荆棘 不是象征咒祖的荆棘生出 而是祝福林的 松树 多次使用在 会墓 或所罗门的圣殿中 还有雪松 都是常被使用的 换句话说 不是咒祖 将有人成为 神国度的建造基石 藩石流 长出 代替吉里 藩石流 是以斯帖的名字 希伯来文 Hadassah Hadass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减除 Amen Amen 当你花时间 在神的话语上 你的婚姻会变得更好 你会发现 有时婚姻关系紧张 因为没有 花时间在话语上 不听信息 有些人说 但牧师我读圣经都不懂 找圣经教师来教你 明白吗 不要听人家说 只读圣经就好 因为每个人 一生中有某一个点 我们都有老师教我们 我们都有好书 有好的指南 学习圣经书籍 Amen 然后我们就能直接 吸收明白神的话语 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 大家Amen吗 Amen Amen 请大家低下头 闭上眼睛 你们每个人 在不同聚会中 都低下头 闭上眼睛 那些在 电视机前收看的 就在此刻 要尊敬神伟大的同在 很明显 你在房间 都可以 感觉得到 不管你在哪 任何地方 你在收看的 神的同在 就在那里 他的平安 超过世人 所能理解的 哈利路亚 耶稣说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他的话语里 有丰盛的恩典 你只需顺从他 你会发现 恩典早已在 现在 问问自己 是什么使我的心忧愁 是什么 我心里的重担 是什么 我担心的是什么 是身体症状吗 是债务 还是困境 是人吗 关系有问题了 我只是一种感觉 只是一般的感觉 没希望了 没救了 是什么 马上把这个交给耶稣 就交给耶稣 说 主耶稣 我交托给你 不管是什么 主你知道 交给耶稣 说 主啊 我把它交在你 钉横的手中 看见 蜀天的交换 正在发生 把身体症状 你不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症状 但你的心被搅扰 你的心里 不要忧愁 交给他说 主耶稣 我交托给你 我将这个需要 交托给你 看到他被释放到 主的手中 感谢他 主啊 我领受你的平安 在场各位 都低下头 所有在收看的也是 我现在要你 如果你从未让这个奇妙 美好的救主耶稣基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 耶稣说 他不是来定罪 而是拯救 耶稣说 神如此爱你 神放弃了他 替代你在十字架上 是神可以公义的 救责和惩罚你所有的罪 是神今天可以宣告你是公义的 因为你的罪已受到惩罚 你完全被饶恕了 得着公义 仿佛你从未犯罪 神就是这样看你的 当你接受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礼物 并且相信他已成就的工作 预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从你心里 跟我说这个祷告 闭上眼睛 发自内心地说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赐下你的儿子 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 他离开天堂的荣耀 来到世上 为我而死 代替我 在我的位置 他成就了完美的工作 牺牲自己 我的罪 我所有诅咒 我所有疾病 都因他饱血 全被抹去 你让他从死里复活 作为见证 我所有的罪 都被完全除去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我的救主 谢谢你天父 我大大的蒙福 我满有 你的圣灵 你的爱 你的喜乐 和你的平安 奉耶稣的名 Amen 在场各位 请举起手 还有透过荧幕 在收看的 举起你的手 即使你在另一个日子 另一个时间收看 无论你在哪 这个祝福是给你的 这是神应允 以色列大祭司 祝福以色列国 主要祝福你 以亚伯拉罕的福 生命纪二十八章的祝福 主在财物上 祝福你 主以恩典 祝福你 主祝福你 超乎所求 主祝福你 身体健康 和有长寿 给你和你所爱的 主保守你 保护你 远离所有疾病和病症 远离危险 伤害 远离意外 从仇敌一切的势力中 主保守你远离 H1N1病毒 这整个礼拜 你都会在对的时间 出现在对的地点 主必保守你 主的脸光照你 并且恩待你 恩惠临到你 机会的门向你敞开 对你不利的门 就会关上 主会恩待你 并照亮你的道路 走在你前面 为你预备道路 他会引领你 到安静的溪水旁 你必不至缺乏 主养脸光照你 和你的亲人 并赐给你 和你的家人 他的平安 Amen Amen 赞美主 神祝福你 神祝福你